这位爷爷今年85岁了 莫名其妙就去当了六年兵 那对他的一生有哪些影响呢 退休金有多少呢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您今年高瘦了 85了 您都85了 还能一人留完 对一人留完 每天上午五点钟 到这都到十一点半 回去下午三点到五点半 再来一次啊 一天两次 一天两次 过一段天热了 晚上七点得出来 我很少坐着 一般都在散步 看您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经常可以的 眼睛放光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当了几年六年兵 六五年转业到市政府招待所 当六年兵的 六年兵 在哪啊那会儿 在成兵 那怎么想去当兵了那会儿 不九年来兵 那时候就是什么当兵啊 什么踢兵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穿主着给报的名 因为那会儿我记得当兵 特别光荣的一件事 哦是 我在学校是上中学的时候 上初三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什么当的兵 搭了火车了 到哪儿啊 天明啊 坐这一夜火车 一下到风才了 那我这儿才知道啊 那我这儿才知道 呦 家里人也不知道 家里人当兵的时候也不知道 六零年 两里年换衣服 家才知道 那时候怎么当的兵 怎么报的兵 自己都不知道 都从组织上给报的 那您觉得这当六年兵 对您这一生的影响大吗 对 应该挺大的 当七年兵 能吃骨锻炼就行了 不得要是比较严格的 那家里人没说呀 没觉得这孩子走了这么远 这干嘛去了 也晚了 说得晚了 我父亲那时候也埋怨我 这妈不给家里说一声 我也不知道啊 服员回来就去了市委了 那时候没服员 我赶上那一批了 正好那不是六四年 抓国民经济恢复吗 到六五年 国民经济中都好了 六五年以前呢 国家机关的捡人 六五年好了以后 第一批中不得要人 赶上那批 就直接转业到北京了 这 你们原来不在北京是吗 原来的祖籍是山东的 上中学的时候当那兵 那六年兵会选业到这了 万民众呢 那是市政府招待手 一开始是六几年 是华北局招待手 后来华北局不撤销了吗 归市政府了 那招待手累不累啊 干活不太累 六几年那时候 进义务比较累 义务啊 义务劳动 一天上班 晚上挖饭工作 备蛋备怀为人民嘛 晚上吃过晚饭 休一会儿 七点多 开始挖防空洞 其实到前面的 这大单位都连着呢 对 防空洞都通的呢 对我有印象 我们在西南部场那条街 就有一个防空洞的入口 我们当时就两个 背边一个入口 往住宿西大街 往南市那个中医院 都通的呢 那挺宽敞的 挖就这么宽的 有个两米多是吧 对 两米多 那干了十一点半 也没什么报酬 开了十一点半以后 吃点夜山就休息 就休息来了 嘿嘿 第一天照常上班 那得够累了 这个 是啊 挖了几年啊 挖了好几年啊 那时候呢 不像这个仙带机器 最多 有一个转价机就不错 一宽一宽地往外抬啊 那呢 那会儿您结婚了吗 没结婚 那还好点没结婚 要结婚了 这一脱家带口 那一家子人怎么办啊 那您等于从那退休了 退休的 那退休是待遇怎么样 现在 待遇不行 为什么呀 才六千多 后来 施政风不要了 找这时候 甩了 谁给旅游局 改成企业了 企业跟事业差 两千多块钱 我那战友 现在都是八千多 我是六千多 他们战友 有外温局的 他们那是个事业单位 他外营厂 他有收入我们 他当我有钱 自己再补贴 两千多 反正现在 改成企业就不行了 原来施政风 不着点手都可以 战比较高 要不该谢 怎么 你得拿八千多 我那战友 都是八千多 现在战友们 还经常聚会吗 有时候就经常聚会 在一块玩玩 一辈子 一辈子 好兄弟 祝您这个健康长寿 谢谢 听了爷爷的故事 您有哪些感受呢 您有被命运安排过吗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